各位,今天繼續講彭定康 我會集中講一個很小的項目 大家知道彭定康也是一個典型的英國紳士 他們要表現有教養的一面和克制 和說話比較溫文 不會太露骨 所以他批評習近平也沒有開名 他批評Boris Johnson也是克制很適可而止 唯獨一個歷史人物彭定康就不留情緬 那個叫做柯利達 Sir Percy Craddock 1983年之前 英國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使 是一個公認的中國通 職業的外交家 以及在中英談判裡面 是起了一個骨幹的作用 也是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裡面的 英國草耳 他那方面的條文 是一個靈魂人物 彭定康就這樣評價 很簡單 他說 這個 柯利達 就認為中共是一群惡君 本質上是一些 不是好人 這個 他英文是用一個 FUGS 的一群匪幫 可以這麼說 但是呢 中共是會順手承諾的 這個是彭定康 就是說柯利達 而柯利達真的這麼說過 他認為這件事 一方面承認他是惡君 另一方面說他會順手承諾 這兩件事合起來 就是柯利達誤判的致命傷 彭定康就是不留情面的攻擊這件事 如果我們看回 我們客觀看 不要說彭定康 不要說柯利達 我們說 研究中共的歷史 由1921年成立 到現在這一刻 我們看到 中共 大部分時間 是答應了的事情 是 誓願當食生菜 在他弱勢的時候 他什麼都答應你 但是當他自覺 自己已經有無有役的時候 就當自己說過的事情 沒有道 有很多例子 例如袁茂春的OSS在中國 他可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公然去殺害美國的軍事人員 殺了之後都不承認 為什麼呢 當時已經有蘇聯的大靠山 已經以一個勝利者姿態 在東亞 所以 他不需要再買美國牌 這個就是 當他 有 把炮的時候 有 這個 大權在握 自己覺得自己安定 穩定的時候 他就可以一腳踢走 以前和他合作的 把所有以前 承諾過的事情 完全當是沒有一件事 但是當他弱勢的時候 他真正可以做任何你想他做的事情 他可以叫蔣介石做他爸爸也可以 他是能屈能身 但是 不是牙齒當今世的事情 所以客觀上 柯利達是完全錯的 我們看看 其實 最大的問題 其實 都是草耳的 《中英聯合聲明》的條文 其實 完全沒有約束力 你看到 最後成功出來的制品 就是英國說了一句話 中國 中國共產黨說了一句話 各自表述 然後 在97之後 英國是主動放棄了 在香港的任何影響力 完全是零角色 完全是沒有角色 這樣的時候 也都看不到 假如真的說 那條白紙黑字 有些事情 很模糊也好 是中共應該承諾會做的 如果 我們認為他沒有做到 或者違反了他承諾 有沒有一個執行的機制 有沒有一個第三者的仲裁 整個文件裡面是沒有的 這個其實是柯利達的失職 所以彭定康的指責是沒有錯的 不過彭定康本身 和柯利達其實屬於兩個不同時代的人物 因為到彭定康真的走馬上任 做了 這個香港的末代港督的時候 柯利達已經功成身退 但是柯利達在功成身退之前 都做過一件事 就是在8964發生之後 他就是訪問中國 代表英國政府 是取得 根據他自己說的 在YouTube有一個訪問的 就是在1997年的時候 柯利達接受媒體的訪問 那他就說 其實他89年的時候 發生了六四的不幸事件 他仍然是代表英國去努力爭取 所以中共是承諾了 會加快民主發展的速度 和會循序漸進地在香港實現普選 這個就是自打嘴巴 證明了他錯 其實他說的是對 就是說當時中共處於弱勢 剛剛發生了六四 他又怕國際制裁 影響他的經濟上的發展 所以他萬大都答應了 李奧利達 但是我們實際看看 由1997年到現在 有什麼循序漸進的民主化路程 有什麼普選 有什麼真正實現 港人治港 是背道而馳的 這就證明這件事是行不通的 當然 彭定康所做的事情 也是一個無奈地 也是一個絕路 因為你在1992至1997 你無論如何翻天覆地 去改變香港的政制 你去到1997年7月1日之後 中共大權在握 都可以將所有事情還原 甚至將那些殖民地 在暴動時期 即67年的惡法 明明是取消了 他都可以死灰復燃 翻生的 這樣東西 其實你是控制不了的 但是 歸根究底的錯誤在哪裡呢 就是 你這份聯合聲明 完全沒有任何 制裁 制裁的能力 只不過是一份兇文 但是當時為什麼全世界都會信服呢 是因為英國和美國 一方面告訴我們 在聯合國避案 一方面到處推銷 以及西方的投資者 都表現出滿有信心 那你無奈地 將信將疑 你都要和他一起合作 是不是 其實 是否只能有這條路可以走呢 我講過一萬次 不是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 歷史事實證明 彭定康 是罵得有道理 彭定康所說的 是對的 我們展望將來 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如果我們覺得 就說 彭定康是勢成水火 但是他有一個共識 共識就是這句說話的前半月 即是 那些CCP 中共是Fax 是一些仆街 T.H.U.G.S 是一些這樣的人 而 我們事實證明 中共是不會keep他的promises 即是不會答應過你任何事情 都是當他沒有到的 又是壞人 又不會順手承諾 這樣你唯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孤立他 是不是 香港 造成一個悲慘的局面 他本身 就不能夠 在裡面去改變 但是 西方的主要國家 如果他們在幾年前 認為在中國還有很多商機 很多利潤 很多回報 很多錢運 現在去到這個疫情 是在中共 是武漢走出來的病毒 破壞了整個世界 帶來這麼大的損害 還有 我們看到 中共在對待新疆 西藏的問題 在南海的問題 在台灣的問題 每一件事 都是成為一個大大的 一個和環 另外 現在西方世界 這麼強烈譴責 俄羅斯 入侵烏克蘭 但是我們看到 中共實際上 在後面 幫普京 撐到盡 這些都是鐵一本的事實 所以 既是惡棍 又不守承諾 又是圍禍全球 這樣 你還要在中間 要跟他對話 好像柯利達 或者某些現在的外交人員說 要跟他對話 要在合作方面取得平衡 這個是 癡人說夢 癡心妄想 所以 現在可以做 就不是要救回 九七年前的香港 而是說 怎樣去認清中共 是要圍堵中共 是沒有另一條路可以走的 是不是 至於香港將來會是怎樣呢 就要看中共是幾快滅亡 如果中共是很遲才滅亡 香港就救不回 但是如果在五年 甚至在十年之內 中共可以滅亡 香港 原本的香港 是可以挽救 是可以把靈魂拿出來 然後 恢復原本的香港 至於到時候 香港的主權 治權 是怎樣呢 我們現在不需要考慮 是不是 就是 怎樣都可以談得到 只要這個世界上 沒有中共存在 就做什麼都可以 是不是 這就是我們要堅走的立場 究竟可不可以達到 盡力而為 今天的節目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